第一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肩币后仗 或者是肃战 第六个 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位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第六个 双目及时必见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就是压着大腿的动辙的动眉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就是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笔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是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红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就是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左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着右笔 从左笔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红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笔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情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双速度 还有延期咒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愉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价值 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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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日轮的一一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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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六十四个修法叫修炼 那么前行和皈依这些跟前面一样的 那么修的时候我们按照前面的悲无量心 词无量心 悲无量心 识无量心 识无量心 按照无光尊者的顺序来修 华智仁波及的前行里面是先摄无量心开始修的 反过来说 先从习无量心开始修完 然后反过来从摄无量心 习无量心 背无量心和词无量心 这叫做是逆心的次体而修 我们修的时候 刚开始是次无量心开始修 然后先修次心 中间调一个修细心 然后修背心 再修细心 这样超越而修 这种交替而修 其实自相续当中的修行加以稳固 就是这种刹那刹那的串习 一会儿修这个 一会儿修那个 一会儿我就想愿一切众生全部离开一切痛苦 修背心 一会儿想 所有的众生得到快乐 我多么欢喜啊 这样想 这样修的话到一定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个心真的是可以转变的 只不过是我们的环境 各方面的因缘不修而已 修的话都可以修 都可以能生起来 有时候我看到现在的人们 尤其是高科技的这样环境当中 每天都是接电话 开车 还有忙碌这个生活 那个生活 拼命地追求 拼命地去竞争 在这样一种阿与无诈的生活当中 真的是有时候不要说 出世间的菩提心能修得成 连世间的一个比较善良的善心 都是很难以提升出来 科学越来越发达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进步的时候 我们的修行的确也是越来越道德 在这个时候特别羡慕 前辈的一些高僧大德 他们一辈子的生活全部都是在闻思修行 和利益众生当中 这是很有价值的 可是我们凡夫人经常对他们的足迹非常遥远 那么最后无有任何实质的空性当中安住 或者在这样的四种无量心 不断地修经 如果我们四无量心修得很好的话 菩提心自然然会生极 如果四无量心没有修好的话 以前阿琼坎坡也是在《大圆门前行备忘录》里面再三地强调 所以我们的菩提心就像没有根一样 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 那么其他的密宗 很多修行真的是贪不上的 因此大家一定要把几种精力 尽量自相续当中 能生起利他的这种心 而且利他的心偶尔生一次两次不行的 还是要长期的 这样慢慢把自己的心 到了一定的时候的确是 所生的念头还是利他为主的 不敢说自私自利的心 一刹那也是不会产生的 但一天当中你可能利他的心生得越来越多 而到一定的时候 好像自己的事情让你做 没有多大的兴趣 只要是众生的事情 你就非常心甘情愿地 就是会达到这种境界的 所以我们这样修行 这是最后六十四个修法 所以我们今天会和大家一起来讲解释的 这个小学生 要带来一下 我们下期待 就会有什么攻击的 我们下期的解释 如果我们下期的解释 还有我们下期的解释 我们下期的解释 我们下期的解释 我今天下期的解释 是最后一期的解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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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